记者政委其台北报道,中华大学与科马新媒体共同研发出一套机车驾驶训练虚拟实镜模拟器,透过VR虚拟实镜技术,让民众在虚拟空间中模拟实际骑车感觉,并于今日交通部报案汇报中向交通部、县市政府交通局等单位介绍该系统。 贺诚但今日下午亲身体验机车驾驶训练虚拟实镜模拟器,骑上车不断左腰右摆,擦撞路员,看起来无法保持平衡,骑乘过程中更是惊呼连连。 实际体验后,贺诚但表示,这套系统有点太敏感,龙头跟油门间没有调整好,但也可能是它平衡感已经不是那么的健康所致。 部长认为它体验时的时速应该有到20公里,不过工作人员则说,部长应该连10公里都没骑到。 贺诚但表示,路况模拟还算真实,有一点考照前教育训练的潜力,对于台湾发展AI有关的软体应该是个好的产业机会,但是否可纳入机车考照前的训练? 贺诚但认为这系统可能还需要一些调整。 交通部表示,这套系统未来可作为前往大专院校进行交通安全宣表时,让学生实际体验的工具也不排除引进放在肩里锁站,让民众可以练习。 但要作为机车考照训练使用,还需要再研译并看机车驾训班是否有市场,因为现在机车考照并不困难,不像汽车不到驾训班练习几乎很难。 一次就过关且轻。 少年学习车多是父母陪同在住家附近合并练习,然后就去考驾照就能通过。